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智慧第一 舍利福尊者 佛陀十大弟子 我给你们一个个介绍介绍 今天先给你们介绍一个 佛陀十大弟子 就是常随释迦牟尼佛 说法度众生的 十位著名的出家弟子 舍利佛 穆建连 阿纳律 阿难陀 经文里面都有的 明白了吗 罗古罗 莫合家舍 迦战严 妇楼纳 幽婆里 还有一个叫虚菩提 这十位弟子实际上当年 都已经证得了阿罗汉国 也就是说 全都超过六道 你知道他们的形象是什么吗 方的袍子 圆的灵 生女摩亚 以后你们到大雄宝殿到庙里去 你们听过我讲了之后 你们再去看 大雄宝殿佛陀的两边 就是他们十位大弟子 他一般的供奉在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 下面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智慧第一 佛陀里面一个大弟子 舍利佛 舍利佛又称为舍利子 出生在当年印度王舍村附近的一个 婆罗门教家庭 过去说婆罗门教的家庭 基本上都是比较有地位的 那么父亲呢 是婆罗门教的大学者 因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 他对婆罗门教十分的精通 在十六岁的时候 以能够吹拂其他的议论 也就是说他能够把别人都变下去 长大之后呢 他与和他一起后来出家的道友 穆建联 志同道合 道是什么 就是当年我们一起学习的宗教 和道 那么他们呢 一起呢 在当时的农村呢 传道授业 实际上就是帮助别人 穆建联和老舍利佛两位呢 他们全部都有数千个弟子 门徒了 有一次呢 他跟穆建联在外面旅行 正好遇到了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师尊的弟子 马圣彼球 文说 文就是听文 就是听道 说了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是所的寄语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诸法因缘生 我们所有的人间的法 实际上 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全部都是因为有因缘 果报 为什么跟孩子闹啊 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呀 是不是因缘啊 没有因缘 你怎么会去跟他吵架 因为你跟他有缘分 对不对啊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为什么啊 所有的事情是因为因缘而产生 到了最后 因缘灭掉了 缘分没了 所以这句话叫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佛啊 他是个大沙门啊 他是海纳百川啊 大沙门 你们知道沙门是什么 所有的出家人的统称叫沙门 常作如是所 经常啊 是这样说的 那么他只要听到这四句记啊 他马上就知道 哎呀 这个佛教的信仰不得了啊 哎呀 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啊 什么都能够明白了 原来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啊 他一下子归异了佛门 而且他还帅了众弟子归异佛门 那个小丽佛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 已经是很有名望的婆罗门的学者 他的出家 使佛陀在当地的这个声望和归得大大的争抢 舍利佛 归异佛陀之后 归之佛陀之后 他什么呢 持戒多门 少欲知足 厉害啊 这八个字啊 他持戒就是我们的 不贪情是蛮疑啊 不杀盗 盈望旧啊 持戒啊 对不对啊 多门是什么 听啊 学啊 叫多门 然后呢 少欲知足 没有什么欲望啊 你们知道法师没有什么欲望的 你们知道吗 他不要名 不要利 他不要房 不要车啊 他不要妻子 不要孩子啊 正面正受什么 从来不动歪脑筋 出来就是讲好话 帮助别人 结极智慧 什么意思啊 智慧无穷啊 深受佛陀的称赞 所以佛陀啊 对他非常好 很称赞他 他有很多的美德 很多美德 尤其以智慧 渊身广大 而著称 就是有智慧啊 非常非常有智慧啊 佛陀讲一句什么话 他马上明白了 佛陀要做些什么事情 他就知道 佛陀上称他是什么呢 称舍利弗是什么呢 智慧无从 无从什么意思啊 你们现在知道 什么叫无从吗 没有底的了 智慧多的人用不完的了 明白吗 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 多的呢 永远不会不完 智慧无从 绝了诸疑 碰到那些疑虑啊 烦恼啊 怕不下这就解决了 福一圣化 聪明圣众 所以人家说你聪明啊 实际上就是你耳聪目明啊 眼快耳朵快 圣明圣就是心中有一种高贵的东西 众圣众就是在众生当中 他属于圣人一样 所以现在佛弟子中就称为智慧第一 守利弗呢 跟随佛陀有多少年啊 四十多年 帮助佛陀弘法度众 对佛陀教法的传播发展 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守利弗有一个最难能 他对佛陀非常的重 那么他又看到佛陀老了 直到佛陀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不舍得佛陀 他不忍看到佛陀灭盘 不忍看到 所以他请求先佛露灭 就是我要比佛提早 就是去祭灭 大家听懂吗 先佛灭 结果的佛陀就同意了 当然人家有功夫的 人家到了这个境界 结果呢 露灭的时候呢 露灭之前呢 他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同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建了最后一面 那么然后呢 还为当地故乡的人民呢 就是众生啊做了最后一次说法 安详地进入涅槃 他们进入涅槃不痛苦的 坐在那里 或者睡在那里 一觉就走掉了 一点不痛苦的 这叫无疾而住 他因为不想看到佛就走 他难度了 今天呢 就先给你们讲第一位 因为我们学佛做人呢 要懂得 要懂得一个道理 有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 不管怎么样 要心 心要静 心要定 既然到了人间来 就一照 我们就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好好地听屠杀的话 照佛的智慧去做 我们这些没有出家的人呢 要懂得生没出家 但是我们心要出家 请不吝点赞